接下來香港會升宗派位 相信不少的家長和同學都會非常緊張 Jenny 當年你還記得女女升宗派位嗎 當然緊張 因為中一派位會有分中文中學、英文中學 我心疑很想女女升上自己的升宗 所以當日都緊張 但是為了一個好的準備 所以當年我和女女報定了外國的升學 萬一派不到心2的時候 我還有一個選擇 結果女女是何時去過讀升學的 其實我當時報住是year 7過去的 但後來因為一個女女就不太捨得了 第二她又派得到自己心2的中學 所以我們讓她留在香港讀了year 7 由year 8 才去 不過到year 8 過去的時候 我就覺得讓我再選擇 我會是year 7 給她過去 因為在year 7 的時候 一間學校全部都是新生 大家可以認識到新的朋友 第二在選方上是很著數的 即是她會重新選惡方 比女女當年去澳洲的時候 她很想讀日文 但是因為year 7 沒選擇 到year 8 的時候她就選不了 因為你已經錯過了一年 那學校就不讓她讀 所以我就覺得提前做會一個準備 是很必要的 雖然最終你都會留在這裡 但如果想像就不用到時那麼狂 剛巧我們接下來這個7號 就有個放榜的前哨感座了 這裡我們的同事就會說很多 英國、澳洲、加拿大、紐西蘭的介紹給大家 同學家長可以帶小朋友的成績 要求和我們同事去分析 我同事就會分析她每一個學生會是怎樣 小朋友的成績應該選哪個會比較適合 而且我都說了 如果澳洲和紐西蘭有一個好處 比如我派了之後 這半年裡我都覺得 不是你的想 我還可以在明年的1月 講一次 去讀他們的year 7 所以這就是我的經驗了 小小經驗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們就約定你7月7學 我們在大學生學的office 再見 到時見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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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